看看新闻网 你是不是跟他们也想的一样呢 其实养生你不用吃的那么好 也不用吃的那么贵 教你是吃对了 搭配对了 一样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 今天人气美食周五热榜 就为大家搜罗了十家养生餐厅 教你如何把健康的生活吃出来 我们这期的主题是养生 编导给我一块红烧肉 这个红烧肉跟这个养生 有多少关系呢 不要着急 我今天带来到这家店 接下来惠这位大厨 听说从18岁开始 就开始在做这个本帮菜了 已经快30年了 他就能够把这个红烧肉 也做得非常养生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养生不贵第十名 制珍酒家红烧肉 价格168元 上榜里游 自家农场放心肉 低糖少油更健康 这哪位是张大厨呢 厨师长是哪位 张大厨 里面是吧 你好 厨师长是吗 不是不是 这位 这位是吧 你好你好你好 张大厨是吧 哎呀 红烧肉对我 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少油腻了 怎么样能做到养生呢 对红烧来讲 我们自己有一套 研究的有一套 独特的秘方 红烧肉绝对是最能代表 浓油赤酱本帮菜特色的 但是它又常常和肥肉油腻挂钩 而我们今天找到了一位 被业内誉为本帮菜最佳传承人的张大厨 他却有着做健康红烧肉的独家秘诀 赶紧让杨吕带我们一探究竟 你们这个红烧肉 它选材上方面有什么特别讲究 因为我们选了我们自己的农场的养的 两头中华熊猫猪 就是你们自己养殖的 自己农场养殖的 那它跟其他的一些养殖场的一些 有什么区别呢 外面的猪呢 它有些东西它吃的添加剂 那我们是飼料添加剂 我们这个自己养的全部养殖天然的 猪的所有的飼料 所以自己天然的飼料 所以这样的话 它的食材本身它是很健康的 对对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 张大厨所说的两头乌是猪的品种之一 因头尾乌黑色而得名 这种猪皮薄骨细肉质鲜嫩 加上酒店养殖基地的自然放养 不含激素 因此红烧肉的食材这一关就有所保证 张大厨的秘诀二 猪肉严格选 那你们选择这个猪身上哪个部位 是那个五花肉 一般的120斤到30斤两头的猪肉 真的我们严格选材的话 只能选到四到五分的红烧肉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五花肉是吧 这个猪这块肉是猪的地方是五花肉 是那条那条那条这块五花肉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 就是五花肉 层层分明的 层层分明的 肥瘦相间 对 比例正好 对对对 所以你们都是严格要求 只要用这个部位的肉 对对对 其他地方是不用的 只用120斤左右的两头屋的五花肉来做红烧肉 是大厨严格选材的最好体现 除了健康的好食材 让红烧肉肥而不腻的秘诀还在于烹饪方式上 秘诀三 鲜炸 我们那个红烧肉肥要煸的时候 煸的时候 煸的时候 经过那个二到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煸 把你们的油脂煸出来以后 这个肉做到呢 素外不烂 对人体上不饱和脂肪全部煸出来 原来红烧肉去油的关键就在于煸 不是先飞水 更不是蒸熟再烧 一定要一刻不停地煸炒半小时 把大量油脂煸出来 红烧肉才可以肥而不腻 煸好后就要加入调料上色 张大厨介绍最好的做法 不需要过多的调料和香料 只要老抽 八角 冰糖以及啤酒 一绝四 啤酒来嫩肉 关键是啤酒 为什么里面加的 因为啤酒里面有氨气酸 有发酵主要对人体有好处的 用氨气酸 因为啤酒里面有发酵主要 让肉松 来不烂 煸好肉加入啤酒和各种调味料 最后再盖上锅盖焖一个小时 这道用料讲究少油健康的红烧肉就完成了 不知道吃起来口感是否真的可以达到 肥而不腻 素而不烂呢 一入口之后呢 你会觉得它附着在红烧肉表皮上这一层 非常浓油 这样的那种感觉 就是甜味适中 不会腻口 然后呢 五花肉它中间那种分层的地方 你是用舌头在中间就把它铲断一样的 这是我吃到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红烧肉当中真的做的不是那么油腻 但是呢 又会给你那种油香味 那种浓油脂香感觉依然在那种口感 可见大厨的功力真的是了得 哎呀 这个红烧肉啊 我吃个四五块都没问题 养胜不贵第十名至真酒家红烧肉 哎 这个地方怎么那么熟悉呢 想起来了 山东菜 我来过的呀 说山东 你唱山东 山东的口味是大不通 鸡呀鱼呀都吃扁啊 最爱吃那个煎饼煎大葱啊 煎饼煎大葱 上一次我来到这里吃的是这个酒砖打葱 这一次咱们不吃这个煎饼煎大葱 也不吃这个酒砖打葱 咱们讲的是杨胜 杨胜呢 咱们就吃点海胜 杨胜不贵第九名老山东海参 人均一百三十八元 上榜里游 野生海参好处多 葱烧拉丝总相宜 山东这个煎饼煎大葱 可有命了是吧 对对 有命有命 但是我知道你们那边还有一样啊 这个海参也好像也特有名是吧 对对 海参它的营养价值 不取不学有再生功能 海参被别的动物给咬断了之后 它的另一半 还能再长成完整的一个海参 孕妇产后以后 吃了海参是最好的 恢复 恢复状态最好的 你们这边这个海参的规格 有哪几种 有三种嘛 两头的 四头的 还有五头的 这是发制好了的 这边这是活的 这是活的呀 对对 因为我平时都见的 都是发好的这种海参 我第一次见到活的海参了 拿下看看啊 一 一 都敢啊 有点像 我以前拍的那种活章鱼那种 那你们这个海参的话产地是哪里 尾黑 有养殖基地 就是放养 这是野生的 野生的海参 野生的海参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会有机会购买一些海参回来食用 那对于形形色色的种类和规格 您会挑选吗 你要挑选的时候 就是这个刺儿比较尖的 它比较细长 就是野生的 如果要胖肥 它的刺儿圆 不尖 那就是养殖的 那活的海参的话 要如何挑选呢 看它这个下边这个足 越细的 它的这个帕金的这个功能 越强 脚多嘛 它肯定就随时都动 身体就健康 对 生气来肯定就口感 各方面都会很好 对吧 对 那你们今天这两种海参的话 你们是打算做两道菜吗 还是怎么样 这个活的 做拉丝海参 用到些什么 枸杞 海苔 这是昆布 葱末 还有这个香菜末 这边这种的 发的海参 你们是一般都是 做什么样的菜呢 下种的葱烧海参 最有名的 首先来说 这拉丝海参 是实际上比较流行的一种吃法 将活海参 抛肚去肠去沙 然后从左右两边改刀 改成一整条而不断开 由于活海参带有咸味和腥味 所以加入糖进行去腥 然后用温水烫熟 放入中内 再加上事先用枸杞 海苔 昆布和葱花 调制好的鸡汤 就算完成了 而葱烧海参的做法 也很简单 将八角 葱段 入锅边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高汤 喷上酱油 做成汤汁 这个时候再放入 事先烫熟的海参 烧制15分钟 就能装盘上桌了 闻起来就会感觉特别的香 让人好有食欲 你看 一个是偏重口味一点 一个是比较清淡一点的 现在尝尝这个 看起来 具有非常浓重的本邦特色 这种浓油质量的感觉 来 再给它来吃 不是我故意要叮嘴 那我告诉你 吃在嘴巴里面 真的感觉是 在嘴巴里面跳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太弹了 你咬下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 咚咚咚咚咚咚这样弹起来 汁调得特别好 有一点点偏甜 然后呢 你会觉得特别鲜 非常浓郁 鸡汤那种香味也在里面 味道的确是真的非常不错 但是呢 我们不是说到这个养生吗 养生呢 我还是想来试试 它们这个比较清淡一点的 这个就刚才大厨跟我们讲过的 拉丝海参 你看 它一整条的 有没有 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海参鸡它是很弹的 它这个活的海参 之前我以为 可能它会有很浓重那种 海腥味在里面 但其实没有 你入口之后那种口感的 跟这种发好的不太一样 有点像虾仁那种感觉的 比较有劲道 其实两个我都很爱 但是养生的话 我觉得 推荐你来尝一尝这个清淡的 可能会更好一些 养生不贵第九名 老山东海参 小时候妈妈就告诉我 夏末初秋的时候 要多吃苦瓜 清热解暑的 可是我真的不喜欢吃苦瓜 因为它太苦了 怎么办 我不要吃苦瓜呀 诶 咱们咱 猪 猪 苦瓜 粥 很美味 我怎么没有想到 把苦瓜焯成粥 美味又健康 在 养生不贵第八名 朝府周到 凉瓜 载鸡排骨粥 108元 上榜里油 夏末初秋凉瓜粥 下火解脏 效果好 喝粥养胃 是众所周知的 养生之道 粥是中性食物 富含水分 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但每个季节 如果能吃些 食令粥 则会达到 更好的食料效果 经常过来这边吗 对的 那一般过来 都会点些什么 这边是不是 以粥为主 对的 我们像这种 夏天的话 都会点一些 比较就是养生的粥 像今天这款粥的话 就比较养生一点 凉瓜载鸡排骨粥 是他们店长推荐的 它因为有凉瓜嘛 你看我就是上火了嘛 冬的比较蛮上火了 凉瓜是比较降火的嘛 但是我最近口味 怎么好 夏天嘛 比较热 女孩子的话 长胖嘛 然后这个粥的话 就是朝上的 它比较清淡 比较养生 比方说凉瓜在里面 你能够吃到它 原鸡原味 它是鸡仔嘛 猛子鸡 它就会有这种 鲜的味道进去 那凉瓜吃是苦的嘛 加上这个小粥的话 比较鲜 它就不会 特别苦吃下去 而且同时会觉得 口感里面 就是回味出来 味道比较好 它有鸡肉的 很香味在里面 对对对 今天点什么粥呢 凉瓜载鸡排骨粥 凉瓜载鸡排骨粥 里面内容非常丰富 我看到还有那个苦瓜在 对啊 我个人来说 平时我不太喜欢吃苦瓜 因为我总是觉得它太苦 还好啊 它是只不过 有一点点淡淡的苦味 而且 这是我们都能接受的 夏末秋初嘛 吃点苦瓜 解燥热 那里面排骨 比如说载鸡 它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口感 嫩嫩的 还蛮鲜的 切的大小也正好适中 也不大不小嘛 就感觉 比较好入口 对对对 肯定粥嘛 这个米是关键了 很滑很滑的 都胀开来了 而且好消化 潮湿的砂锅粥 通常都有配粥小菜附送 香菜 萝卜干和花生米 调节口味和口感 而由于粥偏清淡 所以酱油碟 则是用来调节咸淡的 我们这个苦瓜 载鸡排骨粥呢 有两种做法 潮湿和港式的 那么潮湿的做法呢 比较更讲究 比较清淡 港式粥比较 味道比较重 但是本着我们以食材的本味 那么潮湿都可能 可能会比较更养生 你们都用到一些什么样的食材 主料嘛 那就是凉瓜 排骨 窄鸡 那么用到了一些辅料 对 这个就是芹菜 这个是鱼露 调咸淡的 是一些小鱼 做成的 就类似于盐的东西 对对 这个什么 这个是鸡油 鸡油 对对 调香的 这是冬菜 天津冬菜 很有名的 对 调味的 也调味道 对对对对 好 这个是胡椒粉 胡椒粉 是我自己个人 不算很喜欢的 这个孔瓜 对对对 因为我知道它比较健康 它是很苦啊 对对 你们怎么样去它的苦 其实我们在家里做可以先锅里面烧一点水 在里面加一点盐 这样子可以把这个苦味去掉 先穿一下水 对 里面有两样食材哈 一个是这个载鸡 这个排骨 对对 你们在这两样选择方面有什么特别 猪内排的话我们选择这个排骨看起来这个骨头比较小 那么这个猪肯定它不是很大 那么这个肉它就不是很柴 就嫩 对 载鸡的话也是不要选太大的 控制在两斤以内 三样的那个 三样的童子鸡 对对 你们选用这个粥的这个米是什么米 辽宁的米 气候啊 它的土壤啊 这个米煮出来它的比较米浆啊 更糯 那一般是加多少水 10比1 水10米1 这个要煮到15分钟 那么这个米才基本上会爆开 大厨说 如果对于粥的浓稠程度有特别的要求 只需要在下单时说明即可 因为是现点现煮的 为的就是保证上桌的粥都是最新鲜的 每份凉瓜仔鸡排骨粥的潮式做法 价格在108元 适合两至三人使用 所以加三口点上这么一锅 再来两样小菜 初秋时节让身体清清爽爽 无负担 养生不贵第八名 潮府周到凉瓜仔鸡排骨粥 我跟你们说 打理这个农场不容易 这个种蔬菜不容易 这些蔬菜可浇贵了 对这个温度水分的要求都非常高 256度 每天早晚各要浇一次水 就像我们吃饭一样 你看现在都已经成熟了 我马上就可以先来采摘了 马上采摘 马上就可以食用了 你说要不是在饭店里面 哪一家直接就种出这个豆苗来 现在就现食用 大概多好 我现在还真就在饭店里面 但是这样的豆苗 发出来的会好吃吗 直接下锅 我带你去温度 养生不贵第七名 即时 无土种植蔬菜 人均90元 上榜里游 自家种菜干净卫生 菜色丰富随你喜欢 经常会过来这家店吃饭吗 对 喜欢来的原因是什么 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这里比较卫生比较干净 食品也比较新鲜 他们的菜都是既摘既食的 摘下来然后进厨房 几分钟就出来了 我发现你们喝的饮料是蛮特别的 这个绿油油的是什么 是他们特色的饮料 小麦炒汁 小麦炸的这种汁吗 对的对的 就是季材季食 所以也是很新鲜很健康的 其他地方也有那种草的汁 吃起来就稍微有一点点苦涩 但是因为它加了分泌 然后就比较甜 然后小麦的味道也比较清新 口感 风润 对 风润 对的味道 那你觉得从养生角度来讲 你觉得这样的炸汁健康吗 肯定健康 相比碳酸饮料 加更多添加剂 那肯定是健康的 全新的概念 新奇的体验 当然是年轻人的最爱 你一定会问 这几彩及时 做出来的菜色 是不是会很单一呢 听听食客们都点了些什么吧 点了个炖苗菜 还有个小麦汁 还有就是用小麦汁做的面 小麦汁做的牛肝菌一面 一面 对的 是一面 小麦汁那个绿色的嘛 所以它是绿色的 它加了很多的起司嘛 加上牛肝菌培根嘛 味道就比较醇厚 知识香伴着那个小麦香 那会有那种小麦的骨色味道 完全不会 蛮清淡的 这个绿萝的视觉感也好 吃的心情特别好 觉得比较有食欲 这道菜叫什么 清炒芽苗菜 比较健康啊 平常餐馆里那种 我们也看不到 就也怕嘛 它吃起来是没有那种豆腥气 也没有那种土腥气的 就非常清淡啊 吃惯了大鱼大肉嘛 偶尔吃吃这种还是非常好的 对身体也好啊 看来不仅卖相不错 味道也很受欢迎 那店家是怎么想到 要在餐厅里种菜的呢 因为现在很多城市人的话 很少会有接触到农场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也想让客人能看得到 我们种出来的东西 是很健康的 再加上我们要是在餐厅里面 自己种到蔬菜的话 再在餐厅里面给客人食用 这是不是就减少了 运输过程当中的这一半 那种二次污染 对吧 就没有那种二次污染 直接限摘限食 很健康啊 这个豌豆苗的话 我们会有拿来凉拌啦 因为夏天事业不会比较好 对 然后呢 还有一些配菜里面 我们也会用到 它含有很多氨基酸 维生素B 还有很多的蛋白质 然后这个小麦草的话 我们有拿来榨小麦草汁啦 因为小麦草本身的话 是比较抗氧化的 女生喝的话 也会比较容易减肥 所以它其实 它是比较营养健康 比较养生的 对啊 我们这些豆种的话 都是从农场这边 直接拿过来 当场这边发好之后呢 然后你可以看到 有不一样 生长程度的一些豆苗 一般是要多长时间 能够发到这样的 它的生长周期的话 需要是在一个礼拜 我们一般会把温度 控制在20到25度左右 天气热的时候 需要保持在20度左右 就是非常适合它生长的啦 对吧 豆苗的话 那我们这边是无土栽培的 没有土的话 它怎么样子会发出来呢 它底下有垫到一张 专门帮小豆苗 吸水的一层纸 哦 就这一层纸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 它也就代替了土壤一样 是吧 对啊 把新鲜的那个豆种 经过一个晚上的浸泡 第二天 我们会再把它 就是放一层这个吸水纸之后 然后再把它种上去 早上和晚上 都会给它喷一下水 其实除了种植绿色蔬菜 店铺还会培养一些菌类 同样严格的控温控湿 所以安全健康看得见 养生不贵 第七名 及时 我听说啊 有家店 便宜到只要六块钱而已 六块钱可以吃到什么 同样是很养生的哦 还等什么呢 赶紧跟着我去看看 百孤圆 哎呀 你看看 这里面多种菌锅 松茸菌 建锅吧 老人头菌 知不知道 那个虫草花 应该很多人都了解了 下面竹孙菌 哎呀 我告诉你 我是云南人 以前在我们老家的时候 爸爸就把所有的菌锅 放在一个锅里面 大杂烩 煮出那个汤 特别鲜 特别好吃 太好了 我今天找到这家店 是专门吃菌菇火锅的 这不是我的大爱吗 大爱啊 养生不贵 第六名 军道 军菇火锅 军菇火锅 人均80元 上保理由 野生军菇 其上阵 品茶品汤 品军菇 都说吃东西 吃四条腿的 不如两条腿的 两条腿的 不如一条腿的 这军菇 就是健康的单腿食物 具有益气 补虚 健脾味的食疗功效 而且如杨律所说 如火锅般 用小火慢炖成汤 才是最好的烹饪方式 最关键的 还有价格不贵 人均80元左右 可谓是物美价廉 专门做菌菇的火锅 好像在户上 我见到的不算是很多 普通的火锅 它是比较重油 重辣 人吃了之后 对身体负担 就相对比较大了 我们这本来想做一些 比较清淡的火锅 既然是主打菌菇火锅 那菇类的品种 就一定要齐全 大厨说 他们家总共有30多种菌菇 分为野生菇和人工菇两大类 如果是平时我们涮火锅来吃的话 推荐哪一种 人工培植还是野生的 肯定是推荐野生的 野生的 我就推荐这桌面 桌面上这四个 这个是老人头 看起来根块比较大 口感脆嫩 它能够认甘筋之火 对盐木不明的人 有一定的疗效 这个是 美味牛肝 具有清热解毒 吃风散寒 输精活血 吐湿提神的作用 这个没看错是松龙吧 松龙对 肉质比较细嫩 还有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 维生素 能够理气化痰 抗辐射 这个竹酸我知道 这个什么 这个叫竹酸蛋 竹酸蛋 哦 你的意思是 本来它是这个样子的 长大之后才长成竹酸 肉质脆嫩爽滑 口感清香 它能够降血脂 血脂 胆固醇 止咳化痰 你们这些精菇啊 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度 应该有它自己的主身方式吧 一个礼拜左右 然后从云南那边 有空生过来 以后 过来之后 我们就放在冰箱里面 给它保存 那一般你们这个 保存的温度在多少 三到五度 与野生军菇的最佳搭配就是这一品军菇锅底了 有雪茸菇 金针菇 茶树菇和海鲜菇 再加上少许的红枣枸杞和蒜头 用清水熬制十小时而成 可以说是原汁原味 无添加的红菇菇 哇 一揭盖这个 味道太熟悉 太鲜了 我跟你讲 来到这边吃菇啊 还有三部曲要做的 品茶 品汤 品菇 先来尝尝给我 来尝尝 薄荷茶 夏天喝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的清凉结束 而且呢 它会刺激你的味蕾 让你觉得很有食欲 品完了茶呢 就来品品它们的军菇汤了 这汤一入口之后呢 你会觉得那种军菇的味道 掉起来那种鲜味特别浓郁 刺激到你的舌根这两面啊 让你想一直喝它 一直喝它 品完茶喝完汤 接下来就要到这第三步了 首先教你一种新吃法 它这边这个松茸啊 是直接可以当刺身来吃 你知道吗 这是唯一的野生菌当中 直接可以生吃的 再点它们的麻油 鲜嫩香 你一点那种土腥味 你都吃不出来 完全没有 不在 生食菌菇品的是原汁原味 而涮过的菌菇汤 则是品尝最浓郁的 鲜上加鲜之味 松茸吃起来是脆口的 这个吃起来是嫩口的 而且呢里面有很多那种汁水在里面 合着它这个汤汁太鲜了 欲罢不能 你看云南这种野山菌啊 很多它全部都是在这种大山里面长大的 所以呢它是纯天然污染的那种非常绿色的食品啊 吃起来是绝对健康 而且让人非常放心的 而且它营养价值非常高啊 很多都是高蛋白低脂肪 非常适合人体健康啊 接下来让我好好享受这一顿 虽然没有大鱼大肉 但是我吃起来还是觉得非常美味的 非常养生健康的菌菇火锅 接下来吃到这家店的小杨同学 要跟你们好好探讨一下人生 当然不是我的人生 也不是你的人生 是哪个人生呢 是这个人生 有些人会用它来泡酒 我听说啊 这个地道的韩国料理啊 他们有一道菜叫做人生鸡汤 听说很受大家欢迎哦 究竟有多受欢迎啊 来来来 时刻周上帮你问一问 养生不贵第五名 雾山地道韩国料理人生鸡汤 价格78元 上榜里游 韩国大厨来掌勺 味美鲜香很滋补 都知道鸡汤很营养 而把人生加入鸡汤里 一起炖 想必更是滋补了 不少时刻都是冲着 这家韩国料理店的人生鸡汤而来 我们住在浦东那边 然后开吃开了一个多小时过来 真的啊 那么远跑过去 对的 他们说这边的那个韩国料理 非常地道嘛 特别是有一道人生鸡汤 像吃的比较干净的 应该是这个汤啊 对对 这个是叫 人生鸡汤 人生鸡汤 非常的鲜美 非常的原汁原味 汤鲜味美 就是大家对它的第一印象 可是如果你以为 这碗里只有汤和鸡那就错了 撕开鸡肉 你会发现里面还大有乾坤 它鸡的肚子里面的话 还有放了很多的糯米 糯米 对 还有一些大枣 是吧 对 大枣 糯米 人生 还有非常多的材料 它这个是一整只鸡 对 这是一整只鸡 对 这个炖的时间应该是比较长 现在我们从快厂看到 很酥烂对不对 对对对 很酥烂 很酥烂 而且肉食应该是非常嫩的 对 食客们说 之所以爱这里的人生鸡汤 不仅因为它的美味 更因为它的健康和营养 非常的清淡 应该是经过蛮久时间熬炖的吧 然后也没有放盐和味精 反正就是能吃出鸡的原味 现在小孩子在外面吃有很多炸鸡呀 或者其他的都会觉得吃得不放心 对 但是像这样清清淡淡的 但是味道很浓 我觉得很好 就比较营养 比较健康一点 是 那么这老少金仪备备受青睞的人生鸡汤里 究竟有什么奥秘呢 还是去厨房会会大厨吧 没想到今天杨吕碰上了一位正宗的韩国大厨 这道菜在韩国怎么样 受大家欢迎吧 非常有名是吧 大概用到哪些食材给我介绍一下 这个是桶子鸡 糯米 生姜 蛋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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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特别用到这个人参是吗 哦 是的 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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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童子鸡 它们选择方面有什么特别的项目 这道菜是软和香味不出色的 就是它不会那么腻 里面还特别加入了这个人参 人参在里面起到的作用它的功效是什么 鸡蛋龟是身体的氧气 所以我们用的食材 所以我们用的食材 这是因为人参 所以我们用的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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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的食材 它们两个在一起有那种互补 非常地营养健康 所以我们用的食材 我们用的食材 我们用的食材 准备好食材 先把人参切快 取走鸡的内脏 再把大蒜 红枣 板栗和糯米 分别塞入鸡的肚子 然后在锅中加入清汤和人参 稳火慢炖一个小时 这道不加任何调味料 完全依靠天然食材 调出鲜味的人参鸡汤就完成了 也许剖开喷香诱人的油炸 烧烤类食物 喝上一碗原汁原味的人参鸡汤 能让你的心情和味蕾 一起享受一份 意想不到的平淡幸福 养参不贵第五名 乌山地道韩国料理 人参鸡汤 汉堡快餐的典型代表 专门以高热量高油脂入称 它怎么会进入我们这期养生的榜单呢 养生不贵第四名 酷素食餐厅 素汉堡价格69元 上榜里游 汉堡也能吃不胖 全素搭配 吃出健康 其实我是第一次吃了 然后它一上来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一个昏的汉堡 那像我们一切开 发现它里面其实是素的 口感和那个昏的汉堡也差不多 也是那种很脆 当中那个就油炸过的 像肉一样的东西 是那个用豆做的 所以和普通的汉堡是不同的 有点像咖喱的感觉 但是它还有一点胡椒的味道 又不会很冲 然后配那个牛油果和番茄 又比较清爽 像是罗勒酱 就是我们在吃硬面的时候 会放的那个酱 然后面包也是巧麦的 一般的面包就是 就很普通嘛 软软的 这个面包就是 上面有一些穀物 然后比较脆 应该是烘烤过的 蛮好吃的 而且很利于减肥 像我们女孩子 夏天到了保持身材的话 其实吃这样的素的汉堡 其实蛮好的 想不到这小小的汉堡 还暗藏玄机 从上到下都是素食做的 就算吃完一个 也不会油腻 还很冲击呢 我们总共有三种素汉堡 分别是豆腐汉堡 扁豆汉堡 还有素汉堡 这个汉堡里面 我们会放点鸡豆啊 玉米啊 然后放点香料做出来 还有点蔬菜加进去 光是素肉饼 就包含了多种蔬菜 在其中 丰富的豆制品 含有植物蛋白 为人体提供 必不可少的不饱和脂肪酸 降低血脂和胆固醇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菜 所有的原材料 然后放在机器里面打了以后 用手按出来的 在我们这边 所有的菜都会有 都会有卡路里的 然后这个汉堡的话 是300 比平时快餐店的汉堡 的卡路里要低一半 素肉饼加上高营养的牛油果 和番茄 再配上纤维角 丰富的桥外面包 让你吃到美味的同时 还能经常养味 尤其适合女生的口味 养生不贵第四名 酷食餐厅素汉堡 还记得儿时 每天放学后的一勺 黑芝麻粉吗 或干吃 或煮成糊 美味又营养 长大后懂得了养生 却怕麻粉 于是现磨黑芝麻店 成了方便之选 养生不贵第三名 曹季黑芝麻糊 黑芝麻糊 人均50元 上班里有11年老店 农香芝麻便捷养生小零食 因为它这个品种比较多 而且还比较干净 一个方便 一个效果好一点 不贵的呀 这个芝麻它是送的呀 秋灶需平补 芝麻 核桃 莲心 最适宜润灶 但不同人群的需求 也不一样 老人吃百合能平气 儿童吃核桃能补脑 葡萄紫则一直是 女性津津乐道的 护肤诀窍 最传统的蟹磨黑芝麻糊 当然受到众人的喜爱 而这家店开在菜场旁边 每天来来往往买的人很多 看来老板的诚实也为小店的生意 添了把火 小曹对待顾客实实在在 但多年开店的经验 让他可以针对不同的人群 灵活地制作配料表 我在这里原地步动作了11年了 这个里面呢 也有是我自己加进去 也有根据这个中华营养学会里面的东西 它加像融合的 什么样的食材 什么样的东西配起来 给顾客吃了有好处对身体 是这样的 比如说讲说有的有高血压的 我会根据它这个上面高 还是下面高 根据它这个食材跟它搭配的 有血脂高的 或者是胆固醇高高的 我建议它吃什么食材 建议配起来吃的是这样的 小曹店里的食材很多 都是从当地运过来的 分别用六台不同的抹粉机 分类研磨成均匀的粉末 他说这样才能保证 芝麻糊细腻的口感 正是如此 菜场里的这家小店 用它的真诚留住了 追求品质的回头客 也不断吸引着寻求 敬意味道的新顾客 相对来说我们这里的价格 比外面的店里面要平一点点 就是要低一点的意思 因为怎么讲我们是跑量 因为老客户很多的 我早上是六点半到晚上六点半 现在买小菜的早 阿姨阿婆这种都是早上早 我就早上起来早一点 有徐费区有普通的 还有松江的 以前住到鹏鲁青春的 搬到松江去了 现在他们也回来 因为他们说了一句话 吃光了 我的东西他还是要回来的 我说你这么远回来不划算了 哎呀小潮我还是吃你吃点东西 小小的店面 当然不能和大商店相比 但是小店面也同样能吃到 朴瀉瀉瀛营养的好滋味 掌声不贵第三名 曹姐黑芝麻糊 黑芝麻糊 端上来一个很大的惊喜 挺好看的 好看 这地方的饺子非常特别 家里面是做不出来的 赏心悦目 因为是味道嘛 你先第一眼是看的 对吧 然后才是吃的 养生不贵第二名善道 五色饺子价格20元 上榜里游 视觉味觉全盛宴 五色饺子吃出健康 美食不仅要有好味道 如今美食也讲究眼球效益 比如这里的养生水饺 它是素的 它是五种塑料制的饺子 感觉应该像蔬菜类的 磨成那种 口感很Q 很有弹性 然后咬开以后呢 里面呢 菌菇类一些素食的 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些荤的 口感更好 而且最特别的 它这个里面还有汁 里面是香菇 香菇胡萝卜 很鲜的 很糯 很清淡 对我这种 有比较身材 比较发福的人的话 比较健康一点 这饺子可不是徒有虚表 据说这家店主打养生菜 而这道菜又是 其中最经典的一道 选的是五种颜色 也有专门对应的养生菜肴 真是煞费苦心 它这饺子的每种颜色 还对应的 具有一点的身体的 相应的部位 比如红色 它是由番茄汁 和面粉做成的 那么它对应 就有强心的作用 对心脏有强心的作用 比如黄色的话 对脾脏有作用 黑色的话 对膳脏有一点的帮助了 究竟这五色水饺 是哪五种食材 做出来的呢 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我们这道绿色呢 是我们用青菜汁 然后跟面粉一起 然后做出来的皮 黄色呢 是我们是南瓜汁 做出来的 红色是我们 有机的小番茄 做出来的 然后黑色的是 我们黑的 黑米粉做出来的 白色是 那个面粉的 本身的白色 五种食材的 庐山真面目 终于揭开 那么从中医养生角度 这五种颜色 到底又对应 怎样的五脏呢 绿色是养肝的 黄色呢 是一脾胃的 做小番茄呢 红色是补腥的 黑色是补腎的 白色呢 是润肺的 五种颜色 针对人体的五脏 有个营养吸收的 一个平衡点 打到一个 食料养生的效果 所有的食材 都是有机农场 每天新鲜运送过来的 其实无论是 怎样的对应关系 不同颜色 不同种类食材的 均衡摄取 才是对人体健康 最好的 这是我们辛抱菇 跟我们胡萝卜丁 然后其他在一起 有一个夏季 这个素食的口感 用榨汁机 把蔬菜打成汁 倒入碗中 再和面粉搅拌均匀 带白色的面粉 呈现出食材的 天然颜色 就可以赶出饺子皮 在包上改刀 炒好的馅料 下锅煮开 这样美观又健康的 五色饺子就完成了 养生不贵第二名 善道五色饺子 这个天啊 要是给我来上一杯 非常清凉解渴的东西 那该有多好呢 冰冰的 这个应该可以 不对 可乐 可乐但是喝多了 貌似对身体不是那么好 要是能有一杯 又清凉解暑 然后呢 又营养健康的东西 那该有多好呢 换一换呗 啊 干什么的 凉茶 养生不贵第一名 任力得凉茶 龟铃膏 凉茶 价格六元 上网里游 小巧凉茶 功效多多 物美价廉 何处健康 虽然正值中午 小小的凉茶店门口 却排着长队 一个个水壶 椅子排开 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呢 咱们赶快来问问 先生您好 您好 是刚刚买出来这个凉茶是吧 对对 刚刚买到的 就喝上了 对对 什么样的感觉的 像咖啡一样 住嘴的时候非常苦 但是过后感觉像那种味道 在嗓子里潤后过后 非常非常舒爽 我今天喝的是毛根雪梨茶 毛根雪梨茶 有点那种感觉 甜甜的那种感觉 你今天是喝的这个酸米茶 对 跟平时在外面喝的一些酸米汤 有什么样的剧面吗 挺有区别 这个毕竟是人家亲自弄的嘛 比如外面什么瓶瓶罐罐 那些里面都添加了防腐剂嘛 这个人家比较干净一点 如今人们的饮食 越来越注重健康 因此源自广东的小小凉茶 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 无论男女老少都有爱她的理由 现在凉茶比较健康嘛 现在 那可乐跟凉茶你们选择一话 我肯定是会选择凉茶 可乐一般来说是不太合 夏天不是热吗 可以解暑呀 身经润肺嘛 然后凉茶是中药的 不太伤身体嘛 我这个是抽烟的比较多 所以说嘛 就喜欢到她这边来 专门针对抽烟的 也有这样的凉茶是吗 是啊 这个是什么凉茶 咽喉茶 不管什么功效的凉茶 价格都在四到六元之间 像你这样一杯的话多少钱 它这个四五块钱的样子 也不是很贵的 广东凉茶通常是 呈在杯碗中出售 这里采用清爽的便利包装 老板您好 您好 哎呀这个夏天应该你们这个凉茶生意是蛮好的是吧 对因为现在亚洲人性比较多 再加上夏天人比较容易上火 然后抽烟的人性比较多 今年太热了 对 你们卖的最好的凉茶 这个是我们的招牌 哪一个 凉茶王 它喝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苦味 就是一开始 我开场的时候喝的那杯是凉茶王 对对对没错 但真说真的 我喝三口之后我就觉得味点喝不了啊 离开洋旅喝不了这苦味 很多老客人却专为这味道而来 凉茶里面会有一些苦味在里面能接受吗 可以的 也可以接受的 因为夏天喝点凉茶还是对身体好一些 就觉得很营养 对对对 很养生 喝我那种正宗的泡了很久的那种茶叶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 那么苦为什么还要喝它呢 夏天嘛就是 喝茶夏天就是冲了一个 一个神经舒爽嘛 我是就是为了这个舒爽过来买的 那么这苦味究竟来自哪里呢 这锅中药是凉茶王 里面主要有一些夏孤草 有些甘草 莲子芯 川青莲 其他的就不过于多脱路了 因为里面有26种中药 大火烧开之后再包两个小时 然后把它过滤 过滤之后它就成了药汤了 这个药汤的功效主要是清热解毒的 主要对咬肉肿痛和便秘的人群最适合 店家的凉茶种类根据季节转化而变化 夏天共有8种 除了招牌的凉茶王 还有女生偏爱的 带有甜味的生地绿豆茶和毛根雪梨茶 更有为吸烟人群和咽喉不适人准备的咽喉茶 你们一天大概卖出多少杯 我卖出多少杯我没有计算过 每天就包个五到六壶 然后卖完就不卖了 因为凉茶按照说法只能放四到五个小时 我每天包好一锅五个小时之后都就到掉 然后算好时间再包另外一锅 如果当天晚上没卖掉的话 全部倒掉 80后的店主因为港区情节而对凉茶产生了兴趣 开了这家小铺 随着对凉茶功效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和研发 年纪轻轻的她成了养生达人 像哪一些人群是不太适合喝凉茶的呢 女性的生理期是暂停喝凉茶的 然后就是一些就是阴虚的 阴虚内热 这个是进喝凉茶的 还有就是运复 在各种饮料大行其道的夏日里 大家不妨来试试这便宜又养生的凉茶 不过凉茶虽好 却也是一种汤药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适量饮用哦 养生不贵第一名 任力得凉茶归凉高 凉茶 平家小菜吃出贵足营养 今日榜单带你吃便时会养生菜 养生也能吃出好味道 自家农场放心肉低糖少油更健康 30年厨艺本房菜红烧肉也能很养生 养生不贵第10名制真酒家笋干红烧肉 野生海参好处多 补气补血强身健体 葱烧拉丝总香仪山东四大名菜不简单 养生不贵第9名老山东海参 清淡滋补凉瓜粥童子鸡和排骨来搭配 潮粥做法地地道道爽滑爽口好滋味 养生不贵第8名朝釜粥到凉瓜粥 城市里面种菜吃县哥县主 新式农家乐 新鲜小芽清爽脆口多种吃法养生也有乐趣 养生不贵第7名吉时苗菜小麦草 军菇的世界品军菇 野生军菇齐上阵 奇怪名字想不到的营养 品茶品汤生吃军菇 养生不贵第6名军道军菇火锅料理 军菇火锅 韩国欧巴来长勺 美味鲜香很滋补 人参温和补养气 鸡肚中大有乾坤 养生不贵第5名 武山地道韩国料理人参鸡汤 汉堡也能吃不胖 全素肉饼吃出肉感觉 全拌面包超低卡路里仿昏美食搭配出健康 养生不贵第4名酷食素食餐厅素汉堡 怀旧美食也养生 现磨黑芝麻糊正走鞘 十几年老店回头客 不同食材磨成粉 养生不贵第3名 曹记黑芝麻糊 黑芝麻糊 红黄绿黑白 味觉视觉全盛业 眼球笑意五色饺子 军菇馅料汁水多 养生不贵第2名善道五色饺子 小小凉茶功效多 物美价廉也健康 简单单塑料杯各种花样大不同 养生不贵第1名 任力得凉茶 凉茶 今天为你们推荐十家店 有这个大餐厅 有这个小店铺 其实养生这种东西 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要花很大的价钱 才能达到效果 只要你吃的对 搭配的对了 一样可以起到养生的效果 那么今天向你推荐这些店家 希望能够给你做一些参考 真正的把健康的生活吃出来